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 扑雷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大家请坐 欢迎来到天晴卫视 非女莫属 我是托雷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这里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来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叫孙聪 音乐表演专业毕业的我 毕业之后去选择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我首先要感谢音乐所给我带来的一切 它是我的人生 增添了许多美妙的旋律 也让我有机会结缘一些艺术圈的大咖 虽然毕业短短不到一年 但是让我经历了许多 成熟了许多 我始终坚信 选择大于努力 孙聪 男二十四岁河北人 山西大学本科音乐表演专业 图里老师以及各位老板 以及社长专家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叫孙聪 今天二十四周岁 因为非常巧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毕业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专业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首先非常感谢音乐 能够带来的一切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 我可能很难走出 我们那个小三村 我觉得音乐是我人生当中的 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然后毕业前后 我做过销售 做过教师 以及企业培训师等工作 然后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与销售 教育 以及艺术 管理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有一点紧张 不用紧张 我是您的粉丝 突然老师 现在不紧张了吧 不紧张了 我紧张了 聊一聊孙聪 孙聪在这个 这个简历上说 工作经历不太顺畅 是吧 是有一点不顺畅 老被坑 当时就是大学组织那个招聘会 然后我就去那个 去老师发的那个票 就去参加了 然后当时就是遇见一个地产公司 当时那个女孩可能比我大 一岁还是两岁 她说在北京工作两年 自己买了房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销售 难道能赚这么多钱吗 然后我就 就去了 去了之后 就是来客户也不让我们接 就让一些老人接 因为那个都是上百万的那些合同 我们就没有机会 我到那是新人第一个开单的 但是开单之后呢 然后遇到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一些事 我这个单 然后就是被别人给切了 被谁 就是我上边的 你主管 对 抢了你的单 算是吧 很正常 我也被主管抢过单 我有一次卖了实态复印机 结果那单算他的了 一毕业那会儿 就是没接触过社会嘛 把一切就人心想的都很善良 但是不收回之后 我发现其实不是那样的 我没听出有什么太不善良的事情 抢单的确不好 但很正常 不太正常 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过程 是这种的 因为那个我们那时候是 社网外交去推销嘛 推销 然后客户我拉来了 然后他是老人 他是好心的跟我说 你现在是新人 这个大尼康谈不下来 然后我帮你谈吧 那好啊 他是老人帮我谈 结果呢 他后来跟我说 这个房子退了 让我觉得很正常退房 骗你 对 骗你 是这样 所以你就走了 也不是这个吧 后来公司改革了 改革之后 然后我觉得 工资也没有 然后还得就是 交PK的钱 就没有工资 还得往上交钱 什么叫PK的钱 就是工资全部取消 然后每个人往上交钱 就是给大家发工资 这种 就是谁卖了房子 然后这个钱给谁 没卖房子 就是往上赚的交钱 是一种的 还有这样的 就是他这一种PK的 这叫PK 对赌了 这就叫 对吧 这是叫对赌吗 帮白燕 这违法 对啊 你那是个什么单位 整天有勾心斗角 而且整天都有可能 会遭受到更大的创牌 怎么感觉像一个传销公司 就是卖房子 不过孙聪 你倒的确是个 相对比较乐观的人 你也很宽容 不用想那些悲情的事了 逆风的方向 更适合飞翔 你看你说这 你眼泪掉下来了 没有没有 你这不是眼全红了吗 这是 觉得很委屈是吧 没有没有 说说你后面的事吧 我们说说你师姐的事 这上面有你师姐的事 给王力宏伴奏那个 对对对 你说说 这是当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 学校在山西大学里边吗 然后就 好好好 你声音都哽咽了 已经说不下去了 平复一下 忘掉忘掉 就是当时 王力宏去太原 举办那个音乐会 然后就找到我们音乐团了 然后就去给他去伴奏了 一开始嘛 都说 免费去给王力宏伴奏 但是我们都很兴奋 愿意去 到那一去呢 我们那个同学 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聊天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问我们的同学 说你这个来这一趟给你多少钱呢 我同学说没有钱呢 他说不可能啊 最少是500块钱呢 完了他就跟我说 他说咱们这个可能是有钱呢 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我们上面那负责人去了 师姐 他说确实 确实是有钱 但是你知道你有钱呢 但是一层一层下来之后你就没钱了 然后到这儿那还怎么说呀 那问他到底是有没有钱呢 他说那个有 1200 我觉得心里边也落地了 就1200块钱 1200 最后就是结束之后 就管他要钱嘛 结果他说钱丢了 然后就是报警 一层层下来钱没了 他说钱丢了 然后就是打110报警 谁打 他自己打 他打了吗 打了 警察都来了 本来是晚上去跟王力宏去吃那个庆红宴 结果啊 啥也没吃成 就是说他这个钱丢了 但是我们都有嫌疑 也不知道是谁偷的 钱要的了吗 找的了吗 没有 所以你判断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说话偶像 就私吞了呗 私吞了 所以这两件事比起来 你怎么老受害者呢 哎呀 就是 来 不天将将大人于私人意 也必先苦其心智 不天将大人于私人意 你就这么理解这事的呀 就是不能太 轻易地相信别人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我觉得 有时候应该是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要是逆风去飞翔 越挫越勇吧 就是这个 各位老板 从这两件事当中 你们看出这孩子有什么问题 我特别怕他因为这两件事情 把这个 留下阴霾 对 对社会的理解就走偏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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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那么一条 当然自己也不断调整吗 有没有调整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明白 对 就这事为什么老在你身上发生 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是是是 其实职场中很重要能力 就是说是一种辨别的能力 一种深度思考的能力 还有一种反思和总结的能力 这些都是职场中 一些非常重要的 一种软性的能力 但是在你身上可能是我觉得这方面 还是有待于去提高的 他这个不仅仅是职场上的问题 我觉得他主要是没有是非观 就像你第一个公司一样 不管你赚钱还是别人赚钱 它都是不对的 就算你赚了一套房子 对别人来讲是公平的吗 是正确的吗 它也不对 所以这样的公司 你本身就不应该待下去 黑白不分 黑白不分 最起码的是非观 但我们觉得你对他的 我觉得你们对他的要求太高了 二十多岁 对不对 我倒是有个理论 两套还不够 二十次了你就会成长了 当然自己回家要分析 对不对 徐聪是一个非常品格非常好 然后比较真诚 很实在的一个孩子 他应该要学会总结 通过一次一次不断地总结 然后通过不断地实践 然后达到自己 然后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 所以你看这个男生 其实还是很简单 的确在思维方式上 没有复盘的能力 如果你不学会学习和成长 你做十次变都是一样的 明白吗 明白 但我相信你内心很单纯 你刚才说的说都要流泪了 你大老爷们 你想想看得多简单 是吧 但今天我们来应聘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你有没有学习 今天是二家企业 你有了解吗 有一定的了解 你了解谁 哪个是你想去的 比如像暴风 暴风影音 想去 还有哪一家是想去的 比如像那位那个 刚才那个耳机的那两家 哪个耳机 哪个耳机 都英文 你没学过英文 你是大学毕业吗 不是 这个不怪他 因为feel这个词 是个生造的词 它不是一个正经的英文 我是说他了解了一个企业 他就应该知道企业的名称 所以我就觉得孙聪 你是一个怎么说呢 你不是不够包容 你是太包容了 以至于有些事 就是特别的稀里糊涂 不求甚解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给你机会 我问他一个问题 就问那个问题 汪峰问的问题 你问他 对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问 你回答一下 成为一个像图类老师这样的人 或者是像在座的这样的人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你用几点来描述一下 一个要不就是名利上 能有一定守护 要不就是 有名有利 还有吗 一个亿 一个亿 对 不是 一个亿 九位数是吧 对 是你的小目标 不是 就是人生的一个目标吧 人生的一个目标 还有什么要求 就是有一个 能够白头到老的人吧 能够白头到老的人 我觉得最后一个梦想还可以 不是 孙聪 你有一个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 你想成为像我们 我们这些人和图类老师这样子的人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我们是十几类人 不是 就是我解释一下 就是在座的 我感觉是非常成功的一些人 这个大家同意吧 其实并不如此 就是能坐到这个位置的人 我觉得 那是什么位置 那什么位置吗 哪个位置吗 那是 那是哪个位置 那是什么位置 你过去坐一下 来 去试一下 真的 去试一下 过来 过来 感受一下 来 过来 感受一下 坐一下 坐一下 好好坐 摆出老板的架势 好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别急 别急 哦 对 对 对 感觉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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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好 真好 这就是你的梦想吗 这是不是你的梦想 是 你给我回来 我去感受了 结果就是我想要他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人管高速走 每个人都有那种梦想 谁都不愿意做底层 他坐在那老板椅子里 在夏亚大的时候 我就觉得 只看到这个老板 这个光辉的一面 然后却没有看到做老板 或者做boss一面 他这个背后心酸的一面 或者他需要 他肩膀上的担子 然后有多重的一面 不是 图雷老师 我觉得您太坏了 您坏在哪呢 就是本来 孙超的问题在于 他把很多 其实很复杂的东西 给简单化了 但是呢 你本来应该帮助他 把这个简单的问题 具体化 但是你恰恰又让他 更加简单化 我具体化了呀 对对对对 你还 傻小子 对对对 所以你才会被骗 但我觉得未必错 你问问下面这些孩子们 问问看 我没有说想走捷径 一定不是错 想不想走捷径 这个不一定是错 所以我刚刚有说 没错啊 天性啊 对 这个没有问题 我没有说 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 走捷径可以 但是你要有失败的勇气 所以在房地产行业 你的师姐绝对不是一个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你被骗的这个事件 也不是个案现象 那你有没有坚持下去 或者是说 在房地产行业 你希望能够走捷径 拿到很好的收入 那你也可以换一个 更好一点的房地产的公司 继续做这个销售 有一天你也可能 成为那样的人 但是你也没有坚持 首先人生的 人生拥有的捷径并不多 如果把出卖这两个字 所谓的捷径去掉 其他就没什么捷径了 你说呢 那个位置其实不好坐 对 所以任何的获取社会地位 都需要人生的沉淀在行 我问一下 你要求薪资多少 四千吧 四千 有没有地域的限制 没有 哪都行 哪都行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六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来 天生我也 来看一下他的性格分析 孙聪同学呢 在各方面这个得分表现不错 他的职业兴趣更多是在 与人打交道的 还有呢 在这个有艺术相关的一些领域 他的自我评价 主动性人格 以及未来职业的这个清晰度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在职业能力方面 他的自信就比较低 所以我给你建议呢 你在这个行政的 或者是在企业文化这方面 可以去做这方面工作 还有一项也可以考虑 就是做HR 来看看小丁对他的评价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 孙聪同学机智幽默 还有点小小的重口味 从性格上看 他做事情可能不太严谨 你们才得到和孙聪 最有默契的老板呢 他就是猫王创始人曾总啦 两位在自媒体 网购方面最为契合 还都是安静的美男子 和这位选手最不匹配的老板 是火修时代的王总 严谨的王总怕是接受不了 他随性的作风吧 说跟你跟曾总是比较匹配 你确认吗 我感觉就是看曾总的 就是感觉挺投缘的吧 有这种感觉 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 帽王什么 收音机 收音机 他还是知道的 谢谢 所以看来这个 曾总跟你同样有男性的天真灿烂 其实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没看到你真正的职场技能是什么 其实我销售还是可以的 真的 我们试一下好吗 猫王收音机 能做吗 这个可能不太擅长 就是我也看过这些 分析莫署那种节目 就是现场像老板卖这些 对啊 这方面可能不太擅长 孙冲其实是这样子啊 我看完你今天的表现 我非常非常担心你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今天非你莫属 明明是这么好一个场合 12位老师看怎么激发你 但是你却没有给你自己机会 你更何况12位老师怎么给你机会 所以说我觉得也许今天万末 不一定会雇用你 但是我希望你清楚 准备是很重要的 否则你完全没有机会 谢谢 来第二轮选择 谢谢 还有三盏灯 今天是陶工作联合天猫的企业专场 观看这一期节目的大学生朋友们 上天猫购物会有专享价格 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你开始 音乐活动策划的一个执行 是比较适合你的 地点 北京上海都可以 看你自己 给你的呢是一个区域经理的 这么一个职位 工作地点呢可以在北京上海 刘晓红 给到你的职位呢 是一个市场运营 然后活动执行的这么一个职位 来三盏灯只要灭一盏 考虑失眠 去吧 有请刘晓红 曾泽君 谈前不上感情 请揭晓 四千六千对这样的薪酬 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可以问一个问题 未来的发展 在未来的话 你可以对吧 逐步地从一个区域的经理 成长到大区经理 再成长到这个消失经理 因为我们呢是与音乐 音响呢是相关的 所以你的这个长处 也许呢能在这里面得到发挥 微信科技呢是一家这个 知名的老牌的硬件的厂商了 目前这个销售 以及这个市场运营这一块 这个整个的发展潜力 然后还是很大的 空间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 小兵的数据 你跟哪位老板更匹配 孙聪和宗总匹配度 达到了80% 作为两个安静的美男子 他们在IT科技 自媒体 团购方面最为契合 在团购方面最为契合 孙聪和刘总的匹配度 达到了66% 他们在计算机 财经 旅游摄影方面 最为契合 跟你80%多 跟你60% 那具体他会选谁呢 来 10秒钟 微星和猫王 你所选择的是 猫王 首先我觉得 跟对人做对事吧 我觉得 曾总 给我看的就是 比较 亲近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有时候 人生就是缘分 所以说今天选择猫王 这个生意 我觉得也挺满意的 我叫赵群峰 生于酒和夏超的天津 求学于大江大湖的武汉 智者药水的城市性格 深深影响着我 我是个爱好广泛的理工男 喜欢体育舞蹈 戏曲曲艺 先擒珠子 奇黄之术 性格偏内向 且充满好奇心 我对生活充满着期待 期待每一天 期待更好的自己 赵群峰 男29岁天津人 武汉大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赵群峰 我是一个业余生活 比较丰富的人 高中的时候 参加过机器人兴趣小组 独立开发过 机器人足球的程序 并获得了机器人足球竞赛 天津市的一等奖 也因此在高考中 获得了加分 本科阶段参加了 国标舞的校队 曾经获得过 省高校教育舞锦标赛的冠军 以及摩登舞地主的冠军 丰富的业余生活 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业 本科阶段 曾经获得过两次 冰等奖学金 并以较为优秀的成绩 保送到了本校的研究生 在工作期间 我也是踏实负责的 所负责的项目 无论是开发 还是现在的需求分析 和项目管理工作 都做到了现网零事故 客户零投诉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希望能找到一份需求分析师 或者是产品经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老师您好 你怎么头发掉那么快呢 我上本科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老师 但是我这些年并没有老化 因为本科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你干脆把头发理光算了 以后再少的话会考虑的 现在我觉得还算OK 还算OK啊 本书都是武汉大学 对 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 就是华为是吧 对 这华为干了多少年 到现在将近五年了 你自己用华为的手机吗 我自己也用过 但是 你这个是华为的手机 这个不是 那我看看你这个用什么手机 这个是红米的 你为什么不用华为的手机呢 我其实刚刚换的 才换了半年 现在公司有对于自己的员工 使用本公司的产品有要求吗 有的 在大的公司 这个肯定是有要求的 首先就是说 不能使用任何竞品的产品 而且是不能出现任何竞品的logo和标志 我跟你说一个举个案例 其实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 他有一次 他的团队到我们公司来开会 既然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上 竟然贴着我们竞争对手 B次的这个logo的这个报纸贴 虽然是非常好看 非常炫 但是这个是我们绝对是不允许的 所以当场我们就把这个合作的 这个供应箱就赶出了我们的公司 我们认为这个绝对是 对我们公司的一种侮辱 这也没必要赶出去吧 请出去不可以 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同为这个音频设备品牌 其实我们会鼓励我们自己的员工 我们的供应商合作伙伴 都用除了我们以外 就是竞争品牌的产品 因为这样子更能体会到 我们的产品有多么的好 不过我还是建议 既然在一个公司工作 最好用本公司的产品 但不硬性地勉强 这是基于对自己本公司的 一种基本的认可 你说呢 好吧 这个听说你很喜欢跳舞是吧 很喜欢国标舞 一个理工男很喜欢跳 国标这也是罪了 但是可能是我这个圈子的原因吧 就是我认识的很多 那个国标舞的朋友 也有很多是理工男 而且国标舞它是一种体育竞技 它有各种舞蹈技术 这个其实更符合理工男的 这种兴趣点 你拿过的最好奖项是什么 国标就是摩登舞的话 最高的就是 省高校的锦标赛的 摩登舞地组冠军 阿根廷汤格 最好的成绩是去年的 市井赛中国区选拔赛 获得了亚军 不错 今天有四位女 你挑一个吧 哪个是你认为 在演员上最恰当的舞伴 从左边属第四位 白色衣服那位 白色衣服的这位老板 你小叶是吧 一个是坐姿 就是感觉会那个稍微 从坐姿上来看 就是可能对这个身体的 自然反应会好一点 再有一个他穿的这个裤子 是这种比较 适合跳舞的这种裤子 来试一下来 掌声欢迎 能不能稍微做一点 小小的那个培训 我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的 就是因为他跳舞 一方面是可以体现 你在生活中的样子 再有一个的话 培训跳舞 也是你一个沟通能力 你的教训能力 还有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换位思考 因为你要站在学生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我觉得就是各方面的能力 都会有所体现 牵住右脚 就是前一下 后一下 中间的这只脚是不动的 就像中板一样 前 后就要站好 对 记住第一排前进的时候 一定要是从右腿 女士是永远是第一排出右腿 跟我稍微做两遍 可能会熟悉一下 可以吧 对 好 跟我一起做 前进 转身 后退 点 点要点在原地 对对对 然后再出右腿 前进 转身 别杀不出车 后退 不用紧张 点 再来 前进 转身 后退 点 好 您已经掌握三分之一了 然后我们做一个单手花 就是您往左边转 顺着我的力量转 记住 一个是先出右脚 一个是最后一步点地 好吧 前进 转身 后退 点 前进 转身 后退 点 音乐 好 可以了 基本步 基本步 对 可以了 基本步插下就这些 他教的 教得非常好 他知道把这个分解步骤 分解步骤 有调有理 对 还有呢 而且非常注重学者的感受 他一直在鼓励我 总而言之 他教你的话 满分一百分 打多少分 九十分吧 九十分 对对对 这么高的评价 对对对 好 谢谢 来 请 谢谢 老板 他那个对我的这个舞蹈教学的评价 还是相对比较高一点 而且这个老板 他本身的话 可能 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舞蹈基础的人 来讲他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有个问题 就是关于他的专业的问题 就是你的软件评测 你是做软件评测是吗 不是软件评测 就是前两年是做Java开发 然后近三年是做那个需求分析和项目管理 具体做了什么的软件产品开发 是哪方面的 是做那个电信软件 电信运营商软件 就是比如说中国移动的那个手机阅读 还有无线程式的门户网站 彩铃网站 还有是机费系统等等 是服务端还是前台 就是后台和那个前端都有 那你对自己未来的开发 有什么样的设想没有 你对自己怎么规划的 有两个方向 是我目前比较中意的 一个是那个技术总监的 这个发展方向 就是偏技术 更偏技术一点 做需求分析 或者做软件设计 再一方面的话 就是希望能做产品经理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这个 耳机啊 是音响的这个专场 我想问一下你对杰卜朗这个品牌 有多少了解 可能你对它的看法是如何的 杰卜朗我那个知道一些 是做那个蓝牙耳机的 然后就是我那个 就是关注更多的是那个 One more的 因为我是米粉 One more的 有有 One more在那 我知道因为我是米粉 所以它这个是 小米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你问一个问题 结果分别人打了广告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蛮喜欢这位先生的 只是好像感觉 我们两个是 真的是有 就是没有缘分啊 群峰我是你喜欢的 One more的林总 你好 那我其实呢 看到你的履历呢 我觉得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你在最理想的工作状态那边 写的就是 你觉得成就感 那为什么有兴趣呢 就是第一个 你在华为 华为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华为 你觉得你的成就 你有没有成就感 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成就感来自哪 这个肯定是有的 就是在华为成就感 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 做一个网站的一个开发 大概是给了我们 最开始只给我们半个月的时间 就要我们从零开始一直到网站上线 当时也是 这个跟他们PK这个 开发计划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当时我已经做PR了 就做开发组长 一个是把这个东西给它PK下来了 而且最终交付的客户 还是比较满意 我觉得这个 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是工作给你带来的成就感更高 还是获得舞蹈奖项的成就感更高 工作 工作 你要求薪酬多少 薪资的话 底薪不低于17K 你在华为已经辞了吗 现在还在职 但是一个多月以前 我就跟我的主管提过了 有地点的要求 地点是有要求的 我这次换工作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回天津 你要回天津 是的 我们有天津的岗位吗 哪几家企业有 有吗 一家都没有啊 完了 你今天白来了 如果发展比较好的话 但是三年以内能回天津的 也会考虑 三年以内 有孩子了吗 是有孩子的 孩子多大吗 孩子现在大的有三岁半多了 小的呢 小的快八个月了吧 鼓励你回天津 孩子需要陪伴 谢谢 我们来第一轮选择 薛贺林 还有十一盏灯 虽然没有天津的岗位 但是还是有人会留灯 你们也灯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觉得是有点有误差 对自己的前面一家公司 工作的热爱度 好像有一点点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有句话说得好 说一个员工的离开 要么是钱拿得少了 要么是心委屈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离开的原因 来 回应一下 我从一年之前就跟主管提过 要回天津了 一直是没有合适的岗位 因为我觉得就是 那个小孩的这个 尤其是小男孩的这种 父亲的陪伴 我觉得比较重要 所以说你离开的原因 真的就是因为陪伴孩子 他那两个原因不在其列 是这意思吗 有没有别的原因 这个我那个确实是没有 关于赵清风他想回天津 这个想法我是非常理解的 因为对我个人来说 我也是很多时间投入在工作中 没有时间去陪孩子 这也是我觉得 非常遗憾的一个部分 刚才在闲聊的时候 我跟他闲聊 我说您太太是干什么 他说太太现在全职带孩子 我说如果全职带孩子 家里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你一个月月薪一万多的工作 这不够用啊 他非常微笑地说 够用啊 我没觉得不怎么够用 看来他其实是一个知足常乐 同时对自己不是太有野心 和欲望的一个人 很喜欢享受生活本身的一个人 是有一些 你是个对事业太有要求的人 就是说我多少年之内 我你薪水要涨到多少 我要做的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你有这样的欲望吗 工作之后前三年 可能都没太有这种想法 现在有吗 现在要有了 强烈吗 现在很有点强烈 现在很有点强烈 那咱们不仅待在天津好吗 其实虽然孩子需要陪伴 但半个小时的动车 并不阻挡你看孩子的步伐 只是要更难困一点 你像很多程序员 都是在孩子睡着以后 开始敲键盘的 你两个孩子 你要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 你一万多肯定是不够的 你现在你想要有欲望 已经晚了 你还挑天津呢 你当然应该范围稍微大一点 北京的机会当然更多 你说 这个我知道的 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因为作为一个刚刚成了家 有了几个孩子的这么一个家庭 你说我就是一万多块钱 家庭就够用了 但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 应该有更大的理想 应该有更大的梦想 那在你没有解决家庭的 这种基本需求之前 你应该在外面去打拼 应该在外面去奋斗 而不是像一只小绵羊一样 其实每个人更在乎的是 自己的一个工作生活的状态 为什么不能让他去追求 他自己想要的状态呢 不对啊 他即使在这个平台上 他可能没有在座的老板 会要给他机会 但是恰好 但是不代表看电视的人 不会给他机会啊 但是恰好不对啊 就是他有自己的追求 前面我们沟通过 他是有 职场上还是有梦想的 但是他不惜为了回到家庭 现在他甚至可以去做讲师 你看我们他表上 你都要放弃掉 你的这个软件工程 室的工作 或者说产品经理的梦想 去做一个讲师 我都怀疑 如果能回到天津 你会不会去教舞蹈了 不好意思 我打当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自己在讲 我比较想听这个 赵琳自己讲 是这样的 就是我那个 从刚毕业到那个 大概有毕业之后三年的时间吧 因为我个人的生活也比较节俭 就是说公司的那个 公司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比较慢 但是都是够我的这个家庭啊 还有个人的这个挑肺的 这个是一方面 但是我那个近两年 我就觉得就是不能 不能一直再这样了 尤其是当我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一方面我要给家人带来更丰厚的生活 需要有一个更清晰 更定向的一个职业规划 我个人觉得我对金钱的欲望 可能弱得有点过分 但是我对我的这个个人成就 包括我希望我能做出来一个好的产品 能够有一个社会价值 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 包括我个人的这个薪酬 也能得到相应的匹配 你照这个话 我觉得我为你点赞 本来我对你失去信心了 那么现在这一番话的话 我对你的信心重新燃起 谢谢 大家一会儿也是为你着急 明白 所以希望你能好好考虑 但是你依然有权利记住 选择你自己的生活 前提是 你儿子跟你老婆愿意就成 咱们也干涉不着 就是一句闲外话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点评 道清风呢 他的外向性测评 得分是偏低 应该是平时是一种内向的艺人 研究型这块是得分是不错 他的兴趣在这里 以及呢 社交型这块呢 兴趣也在这里 以及他的跳舞也表现在这里 他自我的评价 得分是比较高的 但两项得分偏低 一个是主动性人格这方面 说明呢 他之前的一些工作 他缺乏一种拼的精神 那么为什么要换岗位呢 他 你们看一项就是 这个 未来的职业定位不明确 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 他突然发现他的责任太重了 需要挣更多的钱 所以呢 他就想再找这个新的岗位 所以呢 这里呢就显示他为什么在舞台上 我们看上去 数值是不错 怎么 又很难有一个好的收入 就是这个 生存只是手段 生活才是目的 但是如果生存手段本身 如果不及格 生活也不可能成为目的 好吧 我们接下来第二轮选择 还有三盏灯 提供什么职位呢 我现在给的职位是软件工程师 然后但具体做哪一部分 我们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再来探讨 地点 地点在北京 王奇 火星时代教育可以提供的岗位 也是一样 软件工程师 地点现在在北京 曾德军 那我希望你来做我们的 这个市场部的产品经理 那么我们的工作地点 在北京 好 三盏灯 灭一盏 留两盏 但没有一个在天津 十秒 去吧 德军 感情不上感情 请揭晓 两万 一万七 来 对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嗯 满意 可以问一个问题 火星时代这边的话 就是做开发 具体是开发什么的 就是门户网站这一类的吗 还是什么 对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ERP系统 我们自己公司的那个是后台 还是要求很高的 另外也需要开发前台的 还对外的外网的网站和APP都有 那个还有就是这个猫王音响这边 就是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 就是这个岗位具体的那个工作内容 以及它的那个职业发展的通道呢 我们工作内容就是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 技术的发展 以及呢我们本身的技术创新 去规划呢我们的产品线 我们是个创业团队 那我认为创业团队就存在着无限的可能 在最后两家当中做出你的选择 十秒 猫王音响 火星时代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其实我知道他会喜喜再见 但你依然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就是我那个来之前也那个 跟那个咱们编导组还有就是张老师也提过了 就是我在天津也找了一个就是 各方面比较满意的工作 也是也是17K 所以我也因为我最开始觉得 所以还是天津的原因 这个是一方面 再有一个就是工作匹配度 可能我之前拿的那个offer 它的匹配度会更高一些 刚才你做出选择的时候 很多人都挖了一下 但其实还是那句话 如果在天津能够干得更好 那就选择天津吧 但切记啊 作为一个男人对于家庭的责任 不简简单单在于人在身边 而且还要心在他们身上 薪水也许不是衡量 生活到底富不富足的 唯一标准 但是它是生活的现实标准 再见 好 谢谢附老师 12位老板还有HR 包括附严老师 都给了我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我回去也会好好地思考 今后的话还是那个 选择我之前的那个行业的工作 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我的家人带来更丰厚的生活 他叫孙学超 孙学超 男23岁天津人 天津大学本科 软件工程专业 不从纸上逞空谈 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我叫孙学超 今年23岁天津人 现就读于天津大学 软件工程专业 2013级本科生 在校期间 我曾多次担任班级 社团 学院 学校等管理 或助理岗位 现在在天津大学学工部 本科生教育科 做学生助理 同时兼任天津大学 水果工程委员会 秘书部部长 负责水果工程的 招商引资活动 大学期间 我曾连续两年 获得了天津大学 优秀工程团员 天津大学阳光体育 有些你个人等称号 这次来到飞行莫属 我想找一份 关于产品运营 或者营销管理 等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多代啊 23 这上面写着 你特别怕爸爸是吧 是的 我爸从小对我要求比较严格 那你学习成绩 应该很不错啊 是的 在我自己能力达到的情况下 我都会要求自己 一定要尽自己的权利 像我喜欢一些辩论 所以每次辩论 我都是喜欢 就是和别人争吻相对 最后 我享受赢的感觉 但是输的时候就很遗憾 我给你一个辩论话题 好的 你跟老板辩一辩好不好 你挑一位辩手吧 我再告诉你辩题是什么 你听我挑 请生一上来 在第一环节 就加入一个辩论环节 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有谁愿意跟他变一变呢 有吗 好 很好 林柏青 辩论的一题是 到底是干一行爱一行 还是爱一行干一行 我选择 干一行爱一行 那你就是爱一行干一行 好吧 你先表述观点 一分钟 好的 其实我觉得呢 很多学生没有经历过职场的验证 他们一开始投入到职场呢 他们会不晓得怎么样才能成功 其实呢 我很喜欢周润发一句话 做人啊 就是要演什么像什么 工作也是一样 你不一定有条件 你爱什么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选择说 你是干什么爱什么 首先 在我们每个人 90后的大学生里 每个人都需要有个性的张扬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想干的事情 和想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选择了盖一行 去爱一行的话 那么完全 泯灭了我们和别人的不同 我们如果选择爱一行和盖一行 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喜欢的专业中 发挥我们自己最大的能量 所以我方观点是 大学上爱一行 干一行更重要 那接下来咱们交叉发言 开始辩论 90后的长处 你们都是个性张扬的 这点我绝对同意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 你喜欢的这个专业 但你出入职场的时候 你一定会找到这个专业 应有的职位吗 还是你会妥协于 这个职场给你的机会 反方有哪位同学要回复 我来 本身爱一行才干一行 并不是说爱一个职位 或者是一个职级 所以他其实有点错乱 我进一个行业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上来就是 看中什么职级 所以首先他说的选行业 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把行业选对了 热爱他 才会在不同的职业上 才能成长 正方还有谁 因为你说爱一行 干一行 是指的是你的兴趣点 对吧 但是问题是你的兴趣点 并不一定是你技能 和你本身 特别擅长的地方 所以说只是我的兴趣 但他不能做我的一个职业 那对方便有 那我觉得早在两千多年前 孔夫自己 已经驳斥了你的观点 他叫做 知之者不如 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就你知道怎么做 有专业知识 不如你喜欢做它 擅长做它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做这个事情本身 给你的回报 最大的回报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乐趣 因为那是你喜欢做的 这是最大的成功 所以干一行爱一行 一定不如爱一行去干一行 所以生命有限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重要 正方还有谁 但是我们的生活 并不是阳春白雪 你的兴趣并不以支撑 于你的生活 就是我们都是 有一个点在那里 如果我们取福于现实的话 我们永远达不到 我们的梦想 但是说梦想的人太多了 多少人是真的是说 能够去实现 那至少是我们的希望 但是你梦想的时候 你活都活不下去了 何谈梦想 这儿我说一个 我本人清楚的案例 因为我就属于爱一行 盖一行的 我从53年前装第一台收音机 那么我知道呢 50多年来 就没有离开过音响行业 可以讲 因为我喜欢它 让我能够呢 不时辛苦 不觉得辛苦的 能够呢 一直干下去 甚至在我60岁的时候 还能迎来了 我人生的第二层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 只有爱一行 盖一行 才是最人性的 其实我刚好呢 跟曾老师是一个 非常大的对比 首先第一个 有多少人能一辈子 只干一件事 今天说 干一行 爱一行 其实是一种心态跟专业 什么意思呢 当你在干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么你不要干 要么你要把它干到最好 所以呢 我们当初来做耳机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我们要把它做到世界第一 不然我不要做 是这样子 好 反方思辨 做最后的陈述 我方观点 认为 爱一行 盖一行 更重要 因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如果我们都要去盖一行 去爱一行的话 那么每个人的创造性 就被磨灭了 那么我们国家的发展 那么就没法去谈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新点 如果大家选择了 去盖一行 去爱一行 那么你在这个行业中 永远都是和普通人一样的 我觉得那样的 社会的人才是 主任的流失 主任的泯然众人意 是完全是一个 伤众人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可能就是 因为完全没有准备 可能就是常常的观点 没有是说 像我晚上打边论时 一二三列得那么清晰 在有限的时间里 想到哪点 说到哪点 可能没有表现出 我全部的实力 你这次应聘的是什么工作呢 我想应聘一个 产品运营 或者是管理港 因为我在学院 当过很多的 想当官是吧 也不是想当官 因为我觉得在 你能管多少人 我最多的时候 在大三的时候 管理我们学院的 学生团委是50多人 你要求薪资多少 8000加 这么高 因为我是学软件工程 我想做 主要是产品运营方向 问一下旁白燕 他这个学校的 本科的这个薪酬 一开始8000正常吗 天大是不错的学校 我去年11月份去天大 就是你们北洋校区 去校招过 天大还是挺优秀的 而且他学软件工程 这个如果他是应业 毕业生成绩还可以的话 不算高 8000起步价不算高 对不算高 有地域限制吗 我想在北京 一定要在北京 上海呢 不想考虑 因为离家太远 我爸妈 你家哪 在天津的 天津的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考虑 十二盏灯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活有才 还要面试的是管理港 你们有管理港吗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的话 其实管理港并不是说 大学毕业就能做管理港 很多管理港都是从一线 慢慢慢慢开始做起的 在这个专业上成为管理港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上来我就是要管人 我就是一个管理港 我觉得管理 首先是要前摆自己管理好 先要知道自己应该去怎么做 咱要去要求别人 因为我首先想运聘的是 产品和运营 后期是因为 我有一些管理经验 我想是偏向一些 行政管理一些基础的 一些开始做起 对 如果是你想 与人沟通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说 HR或者行政 是与人沟通的工作 反而你说的这些 刚刚你说的这个 产品和运营什么 其实倒反而不是说 是跟人沟通的 是那么那么的一个需求 非常大的一个岗位 所以我觉得你这点 是有点矛盾的 跟你自己的需求 他所说的管理港 我来翻译一下 有可能是非技术港 他所说的管理 是不和技术打交道而已 其实现在我倒觉得 你的定位 是符合你的性格 和你的这个既往的 知识体系的 对 如果你软件工程师的 这个薪资是八千块钱 但是因为我想 应运第一个 你不是本科系 第二个 我想应运的行情 应该没那么高 如果只有五千块的话 你爱你要做的内行 那你愿意接受五千块吗 可能会选择拒绝 因为我现在有一家公司 给了我差不多 跟我薪资差不多的一些职位 所以我可能 如果给我五千的话 可能选择拒绝 学长你说的产品运营 你指的是线上 还是线下的运营 我喜欢做一些线下的运营 线下的运营 对 因为可能可以更近 更快地和入户 得到一些需求的打交道 和一些 把我们的产品运营推广 那这样离你 所学的专业就更远了 我觉得 还是那种 因为我觉得我要 在这个岗位上 发挥我自己的专场 因为优秀的程序员有的是 但是说如果 我是一个 就是我没有把我自己的 那个职业发展规划 规划到 作为一个程序员 所以我想说 作为自己喜欢的事情 把我自己的 不是你说的吗 爱一行干一行 那你要有从零做起 拿最基础的工资 干最基础的活的思想准备 那我看好像也不像 你愿意调整工资吗 不太想 他肯定不愿意 他昨天已经有八千块的工作了 就平信而论 就刚才人力志愿专家 彭北岩老师 谈到天大的这个 八千的起薪 不算高 是吧 复合 但是这是基于你的专业而言 你完全抛弃掉你的专业 你去做 跟管理相关的话 我觉得八千块钱 就不符合了 他倒还好 他一直很冷静 他条理非常清晰 在管理方面 但我倒觉得他可以胜任 但是能调一下最好 能调个大概六千左右 我觉得都有希望 你看看有哪家企业 会比你获得的那个工作岗位 那个企业更好呢 我还是想坚持 还想坚持 因为我觉得六千在北京 好像有点困难 天哪 刚毕业的人六千活不下去 我再次说一遍 既是211也是985 天津大学是个很好 很好的学校 我觉得大家可以珍惜的 另外一个 我想跟徒劳说一下 8K对于他来说真的不高 8K一点都不高 真的不高 就本科毕业生8千也不低 985学校的 行吧 来 第二轮选择收货率 还有四战争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十位 来 从您开始 希望你能够来我们公司 能够先做几年技术 然后再能顺利地去做产品运营 甚至产品经理 来 李小燕 那我们主要是销售的岗位 同时会经营一部分的运营的工作 谢谢 李颖龙 这位是中国汇普的 线上的一个销售的工作 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地点 北京 林伯青 那我提供的工作机会呢 其实就是市场营运的 这个拥物营运 我吸引用户跟粉丝 所以我相信呢 这份工作是非常适合你的 好 四盏灯 灭两盏 留两盏 是吧 林伯青 谈情不上感情 写下你们的薪酬 请揭晓 都是9000 来 对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我们的晋升空间 和晋升之后的学习机会有多大 我是希望你能够先来做技术 做技术有沉淀 有沉淀之后再去做产品经理 甚至有做产品的主管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晋升通道 其实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所有的福利 所有的薪资 都是靠你自己后天的发展 你到公司之后 你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 而不是问说 公司可以给你什么 而是你可以给公司什么 公司适配给你 相对的薪资跟福利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资超过九千 多少 九千五 九千五 有没有高过九千五的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老曾说一下为什么加到九千五 我觉得这个九千呢 对他来说有点低 因为作为一个 这个985211的这么一个学校 应该来说起薪 应该比这个再高一些 我的职位呢 也就是他们刚才两位 给的这职位在我这都有 你思考十秒钟 决定是否愿意让曾德军 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钟 你的答案是 可以 代替谁 皮靠 对不起 代替刘凯 为什么 为什么是代替刘凯 而不是林伯钦 那些职位更广泛 而且兴趣度匹配 那个 刘凯的 那个匹配度更高 来有请刘凯 黯然离场 有请曾德军 荣耀登场 谢谢 谢谢 好 九千五 在思考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万摩耳机 猫王收音机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万摩耳机 这个老板 一开始我们俩正好在变乐 所以我觉得他一些交流 和一些互动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对我的 关注联益也更多 我希望找一家 能把我用到合适的地方的 一家企业 所以最后选择这家企业 大家方向都挺满意的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彭乐乐 我爸爸说 人者乐山 智者乐水 一山一水 乐乐为之 2014年 我开始从事直播行业 虽然竞争激烈 但幸运的是 漂亮的没我能说 能说的没我有学历 有学历的没我漂亮 所以我成功了 今天 我已经不满足于 在直播行业发展 我希望拥有更大的舞台 更好的发展 所以非你莫属 I am coming 彭乐乐 女 31岁 北京人 波斯南 生命科学大学硕士 种子科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彭乐乐 昵成文竹 我之前呢 从事网络视频直播行业 有很多人认为啊 网络视频直播很low 但是我觉得呢 它并不low 因为网络呢 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 主播既是生产者 又是销售者 他生产了自己的节目内容 销售了自己的人格魅力 我们都是没有底薪的 只有提成 所以我们的收入呢 完全是靠 我们能够让这个消费者 为我们的人格 消费人民币来这个获取收入 这一次呢 我想来应聘主持人 因为我想要更大的舞台 想要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迎接更大的挑战 谢谢大家 你好 我就是人 你好 好的 你好像不太想给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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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消费我们的人格 我们是卖观点 卖知识 对对对 是吧 你收入怎么样 最高一个月 让这个客户消费了五万六千元 是男客户还是女客户 都有 都有 你是主播什么内容 我是主播恐怖故事 我主要现在呢 是做这种类似电台的 就是听众会给我打电话 诉说他们的一些 比较奇怪的事件 你一直以来收入就不错吗 有的时候高 有的时候低 第一个月也就四五千块钱 因为那个时候 我播的时间比较短 后来我就是挣得多的时候 是一天播十一个小时 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 大家的其实流量是很大的 就是他进来 他看你好就会进来 他要觉得你不好就会出去 你不知道那个 就是给你刷礼物的客户 他什么时候会进来 所以你直播时间越长 你碰到这个人的几率就越大 那我就奇怪 有些人听鬼故事 都是全神贯注的 他都听着听着 忘了刷礼物了 对 我的听众基本上都会这样 谁说说鬼故事来直播 是不是特吃亏 我觉得是 但你说我长得又不漂亮 不像他们那个网红锥子脸 是吧 你也是锥子脸 我没有 其实你也长得不错 在鬼里面算长得不错 对 在鬼里面是长得不错 后来现在我的粉丝 我的粉丝就是 有平台订阅量是24万 在电台的专辑点击量 超过了一亿 他是种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还是个硕士 怎么会跑得去做直播呢 因为喜欢呀 我做直播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是喜欢说话 我之前在做直播之前 我是配音演员 其次呢 是我没有 播音与主持专业的这个 就是学位证 如果我要直接去做主持人 肯定别人不收 所以我就会选择主播 主播零起点嘛 大家都知道的是吧 就喜欢说话吓人 对 那你今天来也是要应聘 主持专业是吗 对 能说一下你应聘的是 哪一种主持 我想应聘节目主持 如果要是能够做主持 并且能够有一定成就的话 我当然是希望 数月有专攻 就是做主持 我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做一件事 可能成功的几率是10% 但你要同时做两件事 成功的几率 绝对不是5% 那我就要说一点丧气话了 女生31岁开始做主持 比较吃亏 有这样的顾虑吗 我之前有 但是我是这么想 就是人一生呢 活着只有一次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过程 并不是你最后 你挣了多少钱 或者一个数字 我希望的是 我想做什么 我就去做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就做到什么程度 而我不在意成功了 或是失败了 我不在意 您要求薪资多少 底薪 八千吧 八千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 地域限制是北京 除了主持人之外 别的考不考虑 我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 续火流 还有十一战争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活有才 就是你觉得 你要做主持人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综艺节目 因为咱做主持人 每个人都会有个特点 他的优势是什么 我的优势是吐槽 就是我自己会写 脱口秀的段子 那你来一段脱口秀也成 对 来一段 可以啊 就是我能模仿很多 就是小男孩小女孩啊 比如说 哥哥 我们要去学设计去哪里啊 哦 当然是火星时代教育了 然后 谢谢 谢谢 然后还有那种 就是女巫你知道吧 我脸上的豆豆怎么办呢 可恶 真是气死我了 我是不是要用 伊贝斯父红产品才能好呢 我一定要试试 要是他不行 我就打死他 我特别喜欢脱口秀 但是乐乐这个 真不叫脱口秀 这是个模仿秀 就是声音的模仿 声音的塑造 他更像是配音其实是 跟他之前的那个专业很有关系 你可以感觉到 其实呢 以他刚才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他更适合做活动主持 闹气氛 我觉得也是 你来应聘 你想到一个企业当中 那么你觉得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我想接受更加专业的训练 培训吧也好 更加专业的这种舞台也好 就是想走上更大的舞台 这就是我的目标吧 你在台上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好像 好像山间的一只小鸟 尽管不是说多么的漂亮 但是呢 你有自己的风格 有人喜欢听你唱歌 然后现在呢 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笼子里面 你说笼子里面会有薛鸟诗 但我觉得这是不是有可能 反而失去了你原来的这个魅力呢 其实我一直想去奇葩说 做那种奇葩说的闲手 来说一说我的观点 还有吐槽一些事情 可是你是个正常人 你不奇葩呀 你不觉得我很奇葩吗 我真不觉得 我觉得你不够读说 乐乐你的应变能力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你讲述一个故事 也只能说讲到了 大概七八十分 那奇葩说那边是 完全是一个 及时性的应变 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你真的是 我觉得奇葩说 可能之前他会有一个 就是准备 你这样你现场就来一段吧 大家说你应变能力差 你就应变一下 吐个槽呗 好吧 这样我能不能吐槽一下粉丝 就粉丝刷礼物 可以 可以 谢谢 是这样啊 大家老觉得 是不是主播 做这个网络平台 直播很容易 一会儿礼物就上来 我告诉你们 真不容易 那个时候 十点钟开始直播 我直播一宿 就一直在这说鬼故事 你觉得有人刷吗 根本就没人刷 人家看着都听着睡觉呢 可能有一个时差档 看着你好 我和你性格合 我和你聊得来 狂狂狂给你刷礼物 我一直我播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你知道吗 因为我第二天早上 我要去医院 我要看病 但是他一般都是八点钟 一定要到那儿 我就怕起不来 所以就直接播完到七点 那收拾收拾东西 我就去看病了 我的公平护动率 给他们很多都很高 越讲越减分 这也不是吐槽 就简直就是一个 没有重点的流水账 但是乐乐 我觉得这个特真实 你刚才那状态 就我在吐槽 我就是这状态的 谢谢 真实的没有任何技巧 我们现在主持人考验的 在这个世界上 能做一个真实的人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就应该鼓励这些 水平不高 能力不高 但是还为自己的梦想 去追逐的人 同意吗 同意 我就是想把这种真实 传达给大家 但我觉得他认同我 我就特别感动 我就哭了 你完全是胡说 我想说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刚才的几句伤情 能把群续 观众都煽动起来 能把你煽动哭 但是你刚才说了那么久 没有让我们有波澜 我觉得他正好 跟你上了一课 不是真实就是对的 他刚才的感情 我觉得没什么真实的 自媒体里面 只有一个观众就够了 那是死 大家我再也要说一下 我的这种表现 在很多人面前说 他也是一种装 太装了 不是也 不真实的 但是我得这么说 在好人的眼里 永远大家都是好人 在恶人的眼里 大家全是恶人 我觉得如果他在聊天 我觉得他有梦想 其实他一定会受到过 好多人好多人的眼睛 在绝对在别的人眼里 这就一点不专业眼力 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坚持 我特别感动身上 所以我情绪就亢奋你了 我就跟大家说一句话 这个世界 现在我们是追求梦想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能力 但是只要你追求 哪怕无人喝彩 无人同行 你也是骄傲的 乐乐乐 这里这里这里 乐乐 你赶紧趁着这个场景 补几句 你就起来了 赶紧蹭热度 对 我就觉得 只要我要是自己没有自信 我凭什么让别人相信我 我觉得就算没有人 就是喜欢我 我只要你一个人喜欢我 我就够了 真的我就会特别特别开心 我在IC上 我在很多平台 其实好多人都骂我 长得丑霸我 兔子晶 但我觉得成不成功 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希望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感受到我的真实 我希望你们都能喜欢我 可以吗 大家可以做到吗 哎 你看许怀彪 完美地拯救了你的面试 但是呢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现在 我是为了我们 就是这个人长得 但是你 乐乐 我一定要跟你说 我并不是说 你的专业能力有多强 刚才在座各位老板说的 非常的有道理 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 你是一个堂堂正正 真实的人 我出于这个 我是挺你的 很多人骂我 其实我无所谓 但是就是认同我的人 突然找到这种认同感 我就 就特别激动 我觉得我可能这么多年 做这个 没有白做吧 或者是来了这里 没有白来 就是这种感觉 所有的人 这个在 在听故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情绪的传播 是非常快的 当一个人慷慨激昂 语气 铿锵有力的时候 马上就容易传播 但传播完了之后 当你录完了这期节目 你留下点什么 你不一定留下点什么 所以当情绪传播是前兆 后面还需要干货来支持才可以 对 否则的话 只是有情绪的传播 回家以后你什么也忘了 所以说 今天录完节目之后 大家回去跟爸爸妈妈 跟哥哥姐姐说 哎呀 今天我们看到 有一个讲鬼故事的女生 特别真实 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但如果你能够有更多的实力的支撑 大家对你的印象就会更深 来 张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分析 乐乐同学呢 疑人性 静责性 和情绪稳定性 都偏低 静责性这个方面呢 表现在 他做是比较随性 而情绪稳定性呢 这块呢 表现在 容易发脾气 你这 刚才的这种表现 也是属于情绪稳定性 不高的一个表现 他在挑战 这方面得分很高 表现在 他平时呢 做事呢 喜欢 挑一些新鲜的事来做 也就是说 说得好听的是 有挑战性 说得不好听的 就是 三分钟热度 在职场方面呢 这岗位啊 能力方面是 空白的 没有概念的 我觉得这一页的性格测试啊 反映出乐乐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工作自信 能力自信非常高 我们看到以前 很有实力的一些人 工作自信反而没那么高 但是呢 乐乐呢 说实在话 刚才 怀哲能够出口成章的 讲是这么多 是因为他读了很多书 有很多底蕴 而你的问题呢 其实你没有做很多的培训 你也没有大量的阅读 让自己的文化底蕴 变得更多 所以呢 你的这个自信呢 其实有一点 过度和盲目的自信 而你现在实际上需要的 真的是更多的去充实自己 如果你到了那一天 我觉得你再做一个主播 会做得更好 其实我觉得 他们说的有道理 我之前做的还不够 我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按照这个要求去 要求 来要求自己来做到更好 我们看一下小斌的解读 来 彭乐乐喜欢旅行 但平时有些宅 爱八卦 对互联网颇有兴趣 和他最匹配的老板是许怀哲 他们都拥有双重性格 爱幻想 有时很无厘头 和彭乐乐最不匹配的是 丽浩阳 两位极有的共同点是 都爱无私欲强 今天小斌 小斌今天好棒啊 所以说啊 这个人哪 还是要听鬼故事的 听了鬼故事 人生就透彻了 你看啊 好 第二轮选择去后里 还有四站的 来 贺东东提供十位 我们有自己的产品直播间 就是他像一个主持人 然后会一直讲产品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有一些 经常性的一些大型的活动 你也都可以担任主持人 可以吗 可以的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王岐 回音时代教育能提供给你的 其实是一个市场策划 主持执行的岗位 在北京 我给你俩岗位 一个是我们善儿主持 这个项目的运营管理方向的工作 另外一个是 这个因为我们也有网校啊 对 然后我们自己也有这个 大量的歪歪教室啊 所以那个 你也可以到那里去做主持人 对 两个方向 地点 地点北京 怀直 我给你的职位呢 一是我们现在呢 有给我们的拼团群众 给我们的供应商 做直播辅导 明年呢 我们也会投网综 投大电影 投电视剧 所以这个就机会正合适 好 地点也是北京 地点也是北京 来 我说一下你的意见吧 乐乐 上台之后一直性格很灵动 但是你好像忽略了一点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绪 是要流动起来的 你和大家的一种互动 可能少了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和你一直做直播 有关系 但是你的性格 和你一直喜欢这些事情 其实可以质疑你一部分的方向 我觉得发挥你的特长 找一个欣赏你的老板 那您觉得我适合哪个呢 我刚才其实你上场没多久 图里老师就给你指了 你其实适合一些 比如说活动策划呀 或一些活动的主持呀 我觉得这就是可以的 来 在这次盏灯当中 选择两盏 灭掉两盏 十秒钟好好考虑一下 去吧 好吧 请揭晓 一万 一万加五千 来解释一下 加五千是什么意思 我们给的底薪是一万块钱 然后八月份起呢 因为我们现在实力逐渐在提高嘛 八月份起 每一个员工都给五千块钱的房补 这样可以在市中心 租一个移居室 来 你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来看一下小兵 说他更适合哪位老板 彭乐乐与许怀哲的匹配度是百分之九十九 在所有老板中最高 他们都喜欢穷游 拥有双重性格 爱幻想 有时很无厘头 彭乐乐与贺东东的匹配度是百分之八十二 他们都是哈哈当 很努力 有时容易多愁善感 好 思考十秒做出最后的决定 法国梦泉 解决网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三 二 一 你的选择是 什么 徐怀哲老师 他是什么公司 他是暴风科技 对吗 不是吗 所以观众们都知道是解决网 你却学什么暴风科技 所以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 你想想看你的失职有多严重 以后在做活动的时候 千万别念做企业的名字 这太对不起怀哲了 去吧 解决网 我觉得他们说的其实都挺对的 但是可能自己当时是接受不了 但是回去想想觉得其实自己还应该有在起高 可以根据他们说的自己去私下里去培训嘛 但是我还是挺希望我自己的 我应该有自信 收选感谢五八同城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三亿人都在用五八同城找工作 上万热门工作任你选 报名菲尼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邮箱菲尼莫属的全拼 2010H126.com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